中国的消费者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希望能为自己和所爱的人准备安心的食物 大臣食品公司希望在食品安全这个行业里做一个模范生 我们希望全中国的消费者都能享受安心的味道 我们几年如一日从进车店开始 就是要两次洗手才能进到车店里边 在工作的进行当中还要15分钟再洗一洗手 我们每天很细心地去检查员工的着装 生产期间每30分钟粘着一次 大约是540人左右 一天下来10个小时就能有5000多次 每个人都把它变成了一种习惯 已经把这个当成了一种文化来传承来演习 这个产品到达这一个流程的时间 我们都有一个严格的界定 比方说我这个产品就是20分钟的时间 然后冷却就30分钟的时间 然后到这边这个处理 依然是20分钟的时间 那这样的严格的这个时间的管理 就是防止一个微生物的防止 保证一个安全的这个食品 大城姐妹厨房 投资于千万建设超国家级实验室 我们坚定地相信 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 每个应有大城姐妹厨房商标的产品 能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我叫葛良群 为了想要三种政策 还有大城公司的广告 我看了一下 想把这个寄讲起来 这个地方的山水都特别好 远离村庄 远离交通 没有污染 所以决定在这个地方打井 这个井花费了20多天的时间 资金上花了十好几万 最终把这个井打成了 只有打出好的水 才能把鸡养好 我和大城公司合作好几年了 在技术指导和免疫程序上 大城公司是给全力帮助 和现场指导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养鸡成功 也与他们公司的业代有很大关系 我和老葛不光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我们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朋友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亲兄弟 我想通过我们共同努力 从年初来60万 争取到600万 好 谢谢 我这个养鸡行业 整整干了35年整了 来到大城以后看到大城这种养鸡的模式 各方面的管理和设备也非常非常高兴 大城集团自家厂在管理上有严格标准的 这样的事变才是安全的事例 我们可以完全达到不使用生长调节剂 不使用农药 以及可以隔绝外面的一个空气 来去防治这些污染的一个多层次的一个条件 我们定期也会去检查三检石 还有电导度 来隔绝蔬菜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病害 在这里每一棵蔬菜都被世界领先超越传统的 无土栽培技术精心呵护 这种自然 纯净 安心的正能量 伴随我们的用心来到您的家中 传递给每一个家人 从小我们就看着它生长 当然为了让它能够更加健康地生长 我们也是对它的照顾非常地尽心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们选用源自台湾涂基 并经法国萨索育种公司15年纯化的优质基种 特别使用加拿大门大纳山脉的亚麻子 配置资料喂养 亚麻子富含Omega-3 特别适合孕妇 对人类脑部及视神经的发育 有重要帮助 我们作为技术人员 每天都要对鸡群做一个很细致的观察 观察它是否精神状态是不是有异常 然后还要及时地监测鸡舍内的环境温度 比如说是不是有气味 温度是不是高了还是低了 最后还要对鸡舍整个的一个饲养设备进行检查 看是不是出现故障 排除一些安全隐患 这样在整个全方位的管理下 我们的小鸡才能够更加健康地去生长 25%的中国的国土呢 已经快速地沙漠化 情形比较严重 这其中内蒙的阿拉扇 更是整个荒漠化跟沙尘暴的中心 大城公司全力支持系生态协会 对阿拉扇做荒漠化的治理 特别协助当地的农民 种植绿绿色结水的小米 我们希望大家来支持阿拉扇生态小米 小米是当今世界农作物的黄金选择 不但增加粮食产量 古草古康还能替代牧草 减缓过度放牧的压力 小米的营养价值很高 是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微正素B2和微正素E 我们愿意奉献自己的力量 看到沙漠中增加的一抹又一抹绿色 看到种植户兄弟姐妹脸上 绽放一次又一次欢笑 大成姐妹厨房 可溯源食品 每包产品包装上 都有一个安心码 透过安心码 便能轻松了解 每一个生产环节 非常的透明 源于非常的信心 只为给您非常的安心 享受安心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